中秋節在北九啊 南岛市已經百年老旁邊店 這幾天開始有老國客回來買餅 前幾種傳統的冰水餅做到裡面 因為店裡的交白白色色 十歲就出國的南岛小孩 過節到的懷念的好主意 現在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 中餅切開裡面 看起來就清楚色一樣 沒錯這就是傳統的冰水餅 我們是這間老旁邊店的老闆 感覺用柱子粉做的兒子口感不好 用冷藏粉和媽靈子粉來出台 口感變得更細 並給它作為白色色 口味受到維修鄉親的喜愛 尤其中秋節不夠了 老旁邊店最近都六少人客一飯菜買 我從結婚來南投到現在已經三十幾年了 我每年一定要來買的 我先生一定要吃他們家的肉餅 別人家的肉餅我們吃不好 家裡面有四個小孩 然後姐姐家屬去之後 家裡面的姐夫外縣市的吃他們家餅 也覺得味道很不錯 所以每天都會固定回來買這樣 你大概買了哪些種類 每個種類都有買 剛入選我們這個台灣這個 十大這個標桿企業 白雪酥是我們南投這個最道地啊 而且是很出名的這個中秋節的這個伴手禮 秋吉做的那種口感比較不好 不好吃啊 那我到最後研發我用 年藕粉跟馬鈴薯粉 來代替秋吉粉 所以做出來的 他的家會更加細嫩 老旁的店第三代老闆 小冰漢公 這間店為他阿公的時代就有了 五百多年的歷史 現在第四代也就是他的學生 正前的頭路是時工師 收集完美 今年綜藝萬一回來接班 給最東華戲 因為我之前是在外縣市工作 那我發現就是不同縣市都會有一些 在地比較標的的產品 就是跟爸爸聊聊 想說可以把我們三元真 把白雪酥可以做得發揚光大 也可以把就是白雪酥變成 南投在地的一個代表產品 因為他們有高學歷啦 要回來真的很不容易啦 一直跟他溝通溝通 最後他已經回來接班了 因為你這個古早餅 現在年輕人 一種口感都做不出來 把這個口感再一直延續下去 老旁的店第四代老闆 蕭士捷標示 將來希望跟外觀切西湖 作為交流 除了會團繩團統的餅 也會發生三拼 把老旁的店好好團繩下去 這次陷信的插風報導